前往金银岛北部山区 附近一座石崖之上的村落 战士与学者力量与智慧在这里交汇 金银岛北部是陡峭的山地 多年的风沙侵袭 让这里成为了植被难以存活的地狱 但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也出现了人类聚落 慢慢适应地形攀爬而上 就能进入这座名为勇士部落的村庄 险峻的环境让村庄作用天然训练场 无数强大的战士在此诞生 又因锦铃渗瑞尼亚城遗迹 大批发掘人员和学者长期驻扎在这里 在部落中寻访 会得知这里的居民很久以前便定居在此 他们有的顺应天然地势 将建筑物建造在峭壁之上 有的搭建帐篷 席地而成最简易的生活居所 环境造就了这处聚落朴素又强悍的气质 战士们在穿越险祖 适应地形抵达这里后 就能欣赏到一览流云的壮美 但普通人的体力却是无法驾驭 陡峭的勇士部落道路的 还请各位冒险家量力而行 勇士部落的每一位居民 都有着自己的故事 出到此地第一个要拜访的是武术教练 作为部落的战士导师 他被认为是村里最有智慧 最值得信赖的人物 战士一职并没有让他变得有攻击性 反而性情相当包容温和 乐意为来到这里的冒险家 提供有力的帮助 攀上部落最高地 会看到默默打坐的麦吉 从打扮与肤色可以看出 麦吉并不是原住民 不过这里的人都认得他 路过的冒险家也常谈论起这位神秘客 据说他是一名有无数战斗经历的强大见识 至于为什么留在这里 想必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闲逛时会碰到可爱的女孩伊安 她曾在小时候受到怪物袭击 被麦吉救下带回了勇士部落 可能是因为这一段经历 伊安一直留在了荒废的勇士部落 决心保护这个被他当作家的村庄 他所感激与依赖的人在这里 他哪也不会去 赶路时会撞到忙得晕头转向的布吉 布吉是西纳斯启示团 派驻勇士部落的情报员 负责此地的调查工作 他约束着部下不打扰这里的居民 但本人却没少打扰来往的冒险家 离开部落放眼周围 会发现如此险峻地貌中仍有适应环境生存的生物 它们也比一般怪物更加凶猛 常见的野猪倒还算能对付 但是外批防御亏的铁甲猪就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去战胜了 腐木妖也是勇士部落的特产 如果看到野外有一丝树根的物体 首先要注意观察它是否会动 要知道这片地区不会有这么多植物 希望出来此地的人不要因为它无害的外表而降低警惕心 黄褐色的大地上高耸的悬崖边 有着无数的新奇经历 等待有勇气的人前去体验 关于勇士部落的资料尚不算完全 只待其他冒险家亲自走过那片山脉 再来补上索缺信息